很少有人会知道王室这个地方 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 打卡第一站 搁紫砂 客人来了 流量来了 我们怎么样能够重接得住 松脱处在十个位置进去当中 我们有一种精密感 如可逊想好我们红色旅游 是我们的重要挑战 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方 了解大方 爱上大方 欢迎收看由正大冠名的三龙群英会栏目 夏至江至 中国最北边境小城迎来了它的旅游旺季 作为黑龙江文旅推荐员 今天我想带大家看一看我的家乡塔河到底有多香 走这 走进心安密静 古异厄乡 与都播一起共赴一场夏日盛宴 云天画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塔河 中国最北边境线之一 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进入酷暑模式 地处大新安岭茫茫领海的塔河 空气中还有着些许凉意 这里是我畜生长大的地方 这里是关于新安岭的自由与山河 这里离世界很远 离内心很近 塔河的天很蓝 云很淡 风很清 富伦春小调穿过头发 清闻耳畔 低声说着要做永远的少年 正在对着镜头推荐家乡旅游的 是塔河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都播 其实后面如果都是绿就更好看 你知道吗 如果在绿草地上可能状态就更好了 就特别有绿野仙踪的状态 回去再调一调 在塔河的山林间 与小伙伴们用镜头展示塔河最美的风景 这已经成为都播几年来的工作日常 大家好 我是塔河县文旅局局长都播 作为黑龙江文旅推荐员 今天我想带大家看一看 我的家乡塔河到底有多香 走着 都播是土生土长的塔河人 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 成为一名基层旅游工作者 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2019年塔河县文化局和旅游局合并 都播被任命为塔河县文体广电 和旅游局第一任局长 刚上任是信心满满的都播 很快就被拉回了现实 为什么你这么美的地方 大家不知道游会还很少 就是宣传 咱自爆夹底 就是可能跟成熟的旅游城市 咱没有办法比 那个选推的资金投入 那么我怎么想一小博大 偶然之间发现了 这个新媒体很适合我们 就是偏远一点的 这个旅游城市 进行旅游文化的选推 来吧 三二一开始 森林的尽头是散落的光 这就是塔河 我的家乡 一次偶然的机会 都播随手拍摄的一条短视频 居然在网上火了 这让他看到了希望 我发现这个东西好啊 你可能我们一场 现家的宣推活动 也就几百人数千人 再传播的话 可能几万的一个受众 那么我们一条视频 十几秒的视频 我们就能打到 几十万的一个播放料 早上七点 在一阵轰鸣声中 一列坐满游客的火车 缓缓驶入塔河站 这个是从广州局 过来的旅游专列 一共是17级 大概470多人左右 2019年开始 塔河开通旅游专列 而今年这条线路 相比往年更加忙碌 我们现在这个旅游列车 基本上是到墨河的 每天最少两趟 到塔河下车的 基本上也是三天最少一趟 随着墨河北极光节即将来临 大批南方游客慕名而来 而塔河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塔河县这个地理位置 我们称之为兴安之心 近了大县岭 它属于这个腹部中心地带 那么它到呼马到墨河 到加拿大起这个区域首府 它的距离都是200多公里 而且塔河县是你陆路交通 我们进入墨河 巡北游的必经之路 那在这一个地方 就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咱们塔河最大的特点 就是夏天的时候 白天的时间特别长 你看咱两三点钟 太阳就出来了吧 晚上9点多 然后才日落 这个游客到这来打卡 然后重览9点的日落 所以在很多地方是没有 达到一个特点吧 就主要咱这片林子 翠绿翠绿的这个季节 要互演 很奇妙 别人没有咱家有 塔河虽与墨河相邻 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 如何借助新媒体 宣推一批具有塔河 夏日特色的旅游打卡店 督播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现在一般都怎么做呢 刚开始前几秒是特别吸睛的 让大家耳熟能详的 要么是音乐 要么是画面 要么就是人 人物 这样纯景色的片子 它的播放率就不会好 那我们把前面融入 名人或者是大家特别 耳熟能详的网红的音乐 或者是那么一句话很吸引人 然后再加景色 才能把这个景色带出来 朱鸿基是最早跟着读播跨界做短视频的同事之一 当初看到短视频的流量效应后 说干就干的读播很快就拉着几个小年轻 组建了一支新媒体队伍 主要是视频 在视频里头 我觉得你截 之前截的那几个也挺好的 没有太化妆 所以这个可能修图 调色会比较吃力 不用太长 好 OK 说是团队吧 其实有好多朋友说 你这啥团队 你那个就是个草台板子 都是单位的员工 现在这个摄影师 我不是说了 学美术的 从什么都不会 一点一点 我们就是真是 点灯凹游 卡式起来的 就组建团队不难 关键是做事难 来吧 现在是大县林塔河 现在早晨7点30分 目前啊 天气预报的气温是 现在是零下24度左右 好多小伙伴挨的 我说你这有多冷啊 鞋床面 我跟他们鞋的牌 你们可以在我这机器上面放的 没事 好了吗 OK 3 2 1 对于杜波和他的小伙伴而言 最难的是冬天搞创作 塔河冰雪期长达半年 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多摄氏度 而且白天最短的时间只有7小时 我认为新媒体抢的就是时间 我在2021年之前 晚上1点之前没睡过觉 白天在开会 晚上跟大家在策划视频 策划拍摄脚本 也挺难 不是一下能成的 那个人吹了半个小时 才成了一个 刚才那就算是偶尔成了一个吗 好 撤 对对对撤 好看 为了创作更多爆款宣传视频 这个别人眼中的草台班子 把创意融入生活 在零下40摄氏度的雪地里 吹泡泡拍梦幻雪花 在零下30摄氏度的室外 玩雪地人肉火箭 在零下20摄氏度的白化林里 演绎森林的主人白露仙子 白露仙子2月份出圈 马上在3月中旬的时候 借助我们全省春雪节 这个活动 打造了厄伦春民族文化服饰展演 就因为在全国的网友当中 心目当中可能是黑龙江 这个共和国的长子 这个大粮仓什么大森林 就感觉很粗犷 那么很多网友留言会说 第一次感觉黑龙江跟时尚沾边了 我们出圈以后 从这个携程的订房数据上 也能看得到 一个月之内 我们的订房上涨了90%多 然后有关于塔河的旅游 线路和旅游产品的搜索率 上涨了50%多 咋样了 兄弟们 叫作业了吧 哎 到点了 剪条啥样了 马上 咱定一下这几个 他们排列顺序 直接我一个封面 咱就倒出了 好 刚好5点半 三年来 都播带着他的新媒体团队 推出了400多条视频 作品播放量累计达到10亿多次 收获了全网70多万粉丝 成为游客了解塔河的重要平台 那马上进入咱们大千岭 这个大北极的旅游忘记了 我想知道 最近专列来 从塔河下来以后 那些旅游专列 往墨河走 它是走331还是走1111 它现在今年的这个专列吧 它都是走这111 直接就直奔那个就是墨河这条线 但是它现在有大巴团走这331 黑河这条线 那么从黑河和胡马方向过来的 这些游客 一般都会选择在十八站乡 那么能够选择住一宿 给塔河留下这个旅游创收 我们这个旅游收入的重要节点 可能就会在十八站乡 塔河县十八站乡 是厄伦春族市居之地 厄伦春族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寿命 专列民族是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 作为全国厄伦春族最大的聚居地 地处大兴安岭深处的十八站 厄伦春民族乡 这个夏天格外热闹 咱们是大部分都是从哪来的 全是上海的 全是上海的 对吧 就是直接目的地就黑龙江 然后从哈尔滨再返回去 好 咱们里面走 让导游给咱们讲解一下 好吧 现在我们走的是七星站道 还有七星站道 它是一条建筑在繁华林界的生态站道 宣传总共为762米 湖为1.5米 这是个小木材 对呀 太没想了 这是个小木材 对 它在几万年前是木头 然后现在变石头了 对 还有几万年 所以我们这一脚踩下去踩到的是 几万年以前的木画石铺的 能证明哪一点 其实我们大兴安岭这块不是 不是之前没有人居住 是一片荒凉的原始森林 就至少现在有记载的 能够有文物出土记载的 证明的1.2万年前 这里就有人类在居住了 嗯 这些来自上海的游客 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到大兴安岭 但在多波的讲解下 却感受到了不一样的踏河 那现在咱就是借助大北极 现在跟这个墨河的旅行协会 旅行社协会 还有家区的 都是在对接 自驾的来回走的 包括这个大坝的 我们现在不是最美三三游 我们在中间 我们打扰到现在最美三游 要终于十八站 这个 我说在这条线上 咱们要衍生出哪些产品 比如说爱摄影的来了 它最佳的拍摄视角是在哪儿 在后面有几个 就觉得比较 很久不见 多久不见 也能寂寻到そう 《墨河卿德美国》 鸿铛人呢 在明朝时期就被封为是史路部 《墨河卿德美国》 这三个字的含义 也被称为领上人和使用迅路的人 十八站乡厄伦春民俗文化馆 馆长关雪燕 正在向游客介绍厄伦春族的传统习俗 厄伦春人自古以来 就生活在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之中 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狩猎文化 用画树皮制作厄伦春族传统手工艺品 是厄伦春民俗馆里 最常规的游客体验项目 为了发展当地旅游 都播经常会邀请厄族村的手艺人到这里 制作厄伦春传统的帽子 以及各种生活用品 不仅能让游客感受到 厄伦春多彩的民族文化 也能让厄族村民通过销售手工艺品 获得更多收入 监督春春公团 你说当时在山上 他们上哪儿整这么多珠子去呢 拿啥做的呢 一般有骨头 用骨头做的 这个花树批船是他们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这个村子里最牛的 这个花树批船 他们已经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就最大的一整张痞子做的 为了欢迎游客们的到来 厄伦春族小伙歌龙祥 唱起歌曲《勇敢的厄伦春》 博得游客阵阵掌声 谢谢 也欢迎你们 电场上这边来 然后发了朋友圈 告诉你的小伙伴们 这块有我们需要的 欢迎你们再来 我们打造的是大北极游 你比如说我们主要打造的 这个民俗和驿站文化 驿站一路 黄金谷一路 然后特别是我们当地的 厄伦春文化 这个民族文化 然后带动我们整个的 包括森林游 康养游 这个极地探险游 十八站乡厄族村 一排排马卡龙色的房子 是厄伦春人居住的新家 村子里还建成了一座 厄伦春民族风景园 代表厄伦春民族特色的建筑 戳罗子被改造成了民宿 如今的厄族村 是外地游客来塔合 必打卡的景点之一 听说厄族村来了一个国际旅行团 督播早早地就在景区等候 这个导游拿着小旗儿 你带帽子 一共没几个人 好像人不太多 看上了吗 这个咱们这块呢 有一股这个 包括我们地区的这个文理机长 朱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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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咱们来自新加坡的旅游团 你们好 昨天学院就跟我说 他说我们明天有一个团 是新加坡来的 我说那我一定要在这等 从这末河来的 从这末河来没关系 就是我现在一直把我们塔合定位 它不可能是目的地 因为它的致命度还没有那么高 但是慢慢的啊 就是我们到云南去 也不可能就只玩丽江 对吧 我们可能大理啊 其他的地方也会去 我说我们要跟末河打成一线 既然大家来一趟 这么老远来一趟 只玩一个末河 你自己就是亏了 感受一下其他旁边的 一些小县城的风土人情 那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像这样面对面与游客互动 向游客推荐塔合的旅游 对都波来说 已经不是第一次 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 是在冬季 就是2019年 19年 那个时候是白雪 挨挨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是特冷 上次来冷的时候 破水成冰你体验了吗 破水 破水成冰 就是90多度的水 对我很想破水 可是我的妹妹说 不要破 不要破 所以我 没有 我要看那个 有酒吗 很漂亮 超好看的 大家看通过我的 那个抖音号 视频号 都可以看到 破水成冰是一个臭解压的 我把它成为大前领客产 就一定要破 如果没破那么好 我们今天东西 已经还要再来 我会跟他们去互动 让他们谈一些 到这来的感受 他们一听说 你是文理局局长 你说话准备有权威性 他们也愿意和我们攀谈 也是学会 从游客的视觉当中 找我们旅游 发展的平静 和解决的办法 这里即将迎来一场 盛大的篝火晚会 然而 看着眼前 还没干透的柴火 杜波总感觉 有点不踏实 一定要按照 这个音乐的接盘走 速度太快了 太阳这个速度可以 篝火晚会 能顺利进行吗 能不能达到 督播理想的效果 下节为您继续揭晓 它是刚才湿的 它在往上浇油 你这能不吵吗 它是刚才踩得有点粗了 正常说这种旁边 这种细度的 能找多少时间 作为活动的策划和组织者 在晚会开始前 督播需要确认好 每一处细节 天色渐黑 恶族村开始热闹起来 游客与周边的村民 慢慢向广场聚集 而广场一侧 已经摆上了 恶伦村特色美食 一队外地旅拍团 自驾来到十八站 不放过任何宣推 塔和机会的独播 邀请他们 在现场来了一次 空中俯瞰恶族村 为了表达感谢 督播决定 带上旅拍团队队长 去品尝一顿地道的 恶伦村美食 这个叫什么粥 鹅竹粥 它跟我们汉族 都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们一样 可以加酒菜瓜干嘛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熬的香加蛋 熬的香加蛋 香香非常香 非常香 这里是塔和县 十八站恶伦村民族乡 这里生态一流 群山淡泡 羊水柴绕 山伏距地 四空八辣 今天就我们 经历主之仪 欣赏精彩的文艺节目 带你领略 风采的风苦人情 演出 现在开始 随着音乐声响起 一场独具恶伦村民族风情的演出 正式开始 咱们这没有专业的人员 包括我们那个音响师 是图书馆的馆长 就是 就是 群众文化就是这样 你想整得特别高大上 其实我们第一个是安全 第二个是顺畅 第三个就是热闹 像这样的活动 每年都播和他的团队 要经历几十场 当篝火点燃 伴随着音乐与欢歌笑语 此刻的都播 终于可以彻底放松下来 很多人会跑过来问我 你是傻嘟嘟吗 我们文旅局的这个账号 了解了这个城市 期待来 向往来 过地来了 大家会觉得 你奔着我来的 我要有这个 主人翁的责任感 在这个夏日的夜晚 一场篝火盛宴 点亮了这个藏在大兴安岭 深处的边陲小城 塔合出圈了 成了一个网红的小城 客人来了 流量来了 我们怎么样能够承接得住 对于我来说 才是一个最大的 需要贡献客难的问题 欢迎收看由正大冠名的 三农群英会栏目 三农群英会栏目